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陶金盈 今天呢我个人非常荣幸的 带大家到了这个Netflix的摄影棚 在这个片场里面 我们要介绍三部Netflix筹拍制作的好戏 不但是好戏 同时我要推荐的这些演员 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实力派兼偶像外表 你看哪里找这么好的演员 先给自己的掌声欢迎自己 男的帅女的美 而且每一个都是实力派演员 看到他们让我忍不住想要唱一首歌 可以吗张力恒掌声鼓励 大家好大家好 哇哦 你的声音先出场了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部戏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罪梦者》对吗 《罪梦者》对吗 《罪梦者》 事实上你们有五位耶 然后这边是两部戏加起来才五位耶 你们大概知道你们是多大的一个制作吗 看到我们应该就知道了很大的制作 啊哈 听到了吗 喂 我觉得演戏这件事情哦 真的我们要请教一下孝全哥 我觉得自我突破有时候是在当下的 有时候你看剧本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在那个当下 这个角色走到那里 你会有这么大的障碍或者是什么 我发现你好不一样哦 因为我还去看了一下 你以前的快问快答 你知道吗 人家问半夜醒来最怕碰到什么 蟑螂 那你们猜看看 张好全当时回答什么 又一号你猜得到吗 经纪人 半夜起来干嘛 经纪人是变态吗 你怎么在这里 拖在床底下 忘记通告吗 我直接猜得到他的答案吗 你跟他那么好 我知道很多答案 但我怕自己不好说 哈哈哈 他的答案 张好全说 睡不着 那在我右手边的第一排 这部片叫做 《彼岸之甲》 范小萱如果你来猜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剧 可能跟一些灵界有关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啊 其实当初看到这个 剧名的时候 康仁兄会觉得 我们刚开始接到这部戏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 很知名的小说改编的 叫做《鬼新娘》 《鬼新娘》 就是《The Ghost Bride》 OK 其实我对 佩佳没有很熟 然后我就发现你是那种 外表可爱 内心超级骚的女生 是不是 自己说康仁是不是 真的耶 因为她练完瑜伽 大家就会拍 比如说你在流汗 我脸很红 说我练完瑜伽了 然后她是整个一整条摆成美人影 说我练完瑜伽 哇塞 那当然你们刚刚说你们是大制作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是跨国合作 各位我要好好介绍这位 林露迪 欢迎 小姐你好 林露迪来告诉这边 你曾经参与过的电影 讲出来 黑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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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拍了黑镜 其实这个 这个我蛮 蛮高兴的 因为我非常喜欢看黑镜 哦 你想起来了吗 你干嘛 喉咙痛啊 哈哈哈 哇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 哈哈哈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 那个经验是什么 其实 其实说大制作的话 我们 也是 不小 哈哈哈 我们 水行侠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一个棚里面拍的 就是我没有跑过那么多地方 为了拍一个电视剧 马来西亚很长嘛 整个国家非常的长 长行 我们从 中间开始 拍到南边 最南边靠近新加坡 然后再从南边整个天移到北边 整个马来西亚都拍片 哎真的 你不是浪得虚名哎 关于你的传言就是你真的很会说 说什么 他真的很会 他真的很会描述事情啊 很少有人说 马来西亚很长 很长 然后我们从什么什么 真的很特别 不过在后面的这一组一看 就是这个 哇帅哥美女了 你们的剧叫做 几道千金 我是演几道千金的千金 我们没有从马来西亚拍了一整圈 不过我们有从宜兰拍到高雄 也绕了半圈 绕了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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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剧情会不会很偶像 剧情话比较轻松搞笑 好玩 轻松搞笑 你知道陶子阿姨呢 也是从小看这个偶像剧嘛 然后就慢慢不看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觉得太白兰了 很多偶像剧的桥段 真的会让你觉得说 嗯 嗯 这样也可以 就是 我讲的那个北兰就是比如说 男女主角是 难道就是那么容易可以看到 对方刚好在洗澡 然后浴巾掉下来 这个桥段不要再用了 拜托大家 或者是好不容易就是 某个转角浴箭 然后撞上 然后就一个旋转 然后倒下来嘴巴就是刚好 我贴到嘴巴 大家 薛姨你觉得北不北兰 这种感觉 对 然后或者是就一个旋转 然后男主角就可以把女主角 这样子弄 殊不知 事实上这样很容易闪到腰 其实特写下面都是人在撑着 真的假的 但有时候要帮忙 那姿势实在是太过分了 太夸张了这样 你们不会有这种梗吧 完全没有 我应该没有什么毛巾掉不掉的问题 没有 你没有毛巾 直接没有毛巾 不是啦 不是 正常 好的 指路已经弱到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大家聊得蛮开的 我们今天待会儿 接下来就要进入一个正式的来介绍 到底这三部戏 到底在耍什么呗 不是 到底在演什么呢 待会儿马上揭晓 我们的这个向全哥 你拿那个是什么东西 Netflix 今天我们这一阶段要玩的是关键字 这其实蛮好连的啊 今天强帅妈妈一看都知道是谁啊 不一定啊 可能会让你意想不到 你还讲 可能是第一阶段 自己第一个揭坏 原来不一定啊 陈末王 等一下 风流帅玩咖 你们觉得有可能是谁 玩咖 柏杰吧 柏杰 大家不要人生攻击OK 我们刚才在讲 柏杰很努力的饰演 很努力的饰演 不容易不容易 那超man哥哥是谁 你们觉得 孝全哥吧 你们这么犹豫是那里没有man的人是吗 如果真的要串联起来一个故事的话 请问一下以豪你会怎么串联 我觉得就是一个坚强妈妈 然后她遇到了黑道 然后又遇到了一个 风流帅玩咖 风流的玩咖 然后危险的大姐头跟操妹哥哥 要解救女孩 全部都念一遍而已 没有她解救那个坚强 有讲跟没讲一样对不起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对 你刚刚就是有讲跟没讲一样 因为看完你才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如果真的对起来的话 应该坚强帅妈妈是静雯 危险大姐头那总不会是张力恒吧 有可能 他也可以 有可能 你看他可以啊 他可以啊 多危险了 好啦力恒告诉我们你是演哪一个 我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也演我 看懂不清楚 好像没有没有我 好等一下 轩你应该是危险大姐头 在这个戏里面很狠狠度大概多少 狠度十分满分的话 十二分 十二分有那么狠吗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会逗我 奸诈 奸诈 跟他本人完全不一样 不是奸诈 他哪里奸诈 他哪里奸诈 中文讲 你在拍哪里是 你用英文讲 你坐过来啦 你坐过来啦 你不坐过来 你适合我们这一组 好奇的来了 请问那个风流帅玩咖 在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我就这部戏负责拖的 请问有没有毛巾呢 全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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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全裸 其实原本没有没有要拖的 导演是突然拍拍前一小时 不是你自己要求的 导演说的 导演我给你讲 你自己说要拖的 有点喜欢是这一部分 你喜欢大家看 那柏杰那个时候的挣扎是什么 因为导演是我很信任的导演 是我在挣扎 你在挣扎要不要看的 因为我在帮他洗澡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啦 你干嘛讲出来啊 这可以去可以这样讲 我刚刚好坐的位置 我坐在个凳子啊 他站着 所以刚刚好就 哈哈哈哈 再给他给他浇花 太令人期待的一部戏了 我只能说柏杰很厉害 哈哈哈哈 这不是一般的厉害 演技还不知道什么 都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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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一组 来有请我们的康仁兄告诉大家 我们的关键字 跨次元的孩子 身长不露什么 旺族 跟吊扎当 不是人 不是人的各位觉得是谁 康仁吧 康仁 然后佩佳就是 跨次元的孩子 所以事实上是权重吗 身长不露的旺族是 吊扎当 我是人 你不是人 我是 你不是 你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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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如果要串起来的话 我们请萱萱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你觉得 嗯 超难的 创作者 试试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对了 为什么 就是喜剧 我们已经成功了 看到这个故事 然后再去 事实上最吸引康仁的是什么 可能是制作吧 真的不要太长哦 好 开玩笑的 Netflix制作 制作团队 跟剧本 对 有没有人因为拍戏 学到一个你 从来是不可能去接触的 有一场戏我们在跳舞 但是他们要我们就是 去三天八个小时去排练 然后我和佩佳都傻了 真的吗 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借口 我说老师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 老师差不多了 今天练习到这里就好了 去喝点水啊 你辛苦了 这到底看的是我有惊悚感 还是 我觉得我们的戏蛮 蛮容易消化的 而且东方的元素 神 鬼 人 但其实有用一些西方的一些 特效跟想法加进来 就make在一起 蛮好玩的 不过这个你看 今天大家这个 感觉都是好像很成人的片子 我们要讲到这个 集到千金 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关键词 非常沉重的一部戏 没有乱讲 那听起来我们应该是最轻松 偶像应该就是以豪咯 我也可能是快很准的高手啊 你没有 你不像 所以里面有功夫的 反而是女生是不是 对 哦 偶像剧有可能演起来最尴尬的是什么 偶像剧自己不能说服自己吧 而且我觉得最受不了的是 就是好像有个SOP在的感觉 就女生最后会一直拐到 然后你要一直抱住她之类的 然后可能会接很多次文 接很多次文 因为以前可能会看收视率啊 就发现哦 这是糕点 那我们下礼拜玩了 狂清 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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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清下去 讲两句就要贴了 清不完还不知足啊你 不是啦 我们这边都没有 就是很自然在里面很舒服 很舒服 不是这个意思 你刚刚有用口水你知道吗 哈哈哈 应该说因为很特别的是 因为我在里面就练很 我跟直接跟男生打架 对原本以为自己是这个 快狠准的高手 就是看完之后发现 其实我没有办个武打的动作 这样子 应该还是很杀 有那种什么摸头杀啊 还好我在里面演一个 已经厌倦这个工作的艺人 明星这样 就一个其实不太想要再做这个行业 这个又让我想看了 我们再介绍完去之后 可能会发现我左后方的张力恒 会非常的羡慕 爽 爽 爽 我们的三组人马 要来进行一些游戏 请他们用一些这个emoji的表情符号 来表达他们这部戏 到底会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请问一下静雯 在传简讯的时候常用吗 表情符号 有啊有啊 大笑跟鬼脸 立衡你很喜欢用对吗 我用赞 你喜欢按赞是不是 好来 我们现在呢 马上就请大家 每个人有三十秒钟的时间开始做画 画下你对对梦者彼岸之甲 集到千金 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发现 孝权你 简直了你 你在干什么 不是画 孝权 好OKOK没问题的没问题 我们要接受不一样的孩子 好以豪好了 以豪你们先来 集到千金 你画的是 叮叮 我们的一把枪就代表黑道 黑道 然后我觉得有些地方其实蛮轻松 然后蛮搞笑的 你中间那个脸 你可以用你的脸表达一下吗 戏图揣摩 那个表情 是 你这个好像是很享受的感觉 对不对 好 逸儿 那我又画了 我也画了枪 里面很多打架啊枪 也是有动作戏的部分 哇太棒了 所以这部戏不是只有浪漫的爱情喜剧 还有动作 而且是女生很帅气的动作 好 最梦者这边都画好了吗 好 我看一下静雯 第一个是酷 还可以吧 就是很酷啊 因为帅气酷酷的男生 是 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兄弟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吻戏 吻戏 然后有很多的情感 你一个人跟不同的人 没有啦 我很专情的 OK 静方只有阿全 然后就因为孩子有一些变化 好可爱 孩子很可爱啊 对 这是波妞还是布布 好可爱 那另外 跳拳画的我想一下喔 外星人挟持了地球人 是这样的感觉吗 就其实他画的就是我们示意图嘛 人类 但是他有画高人跟矮人跟有头发的人 嗯 然后那把刀代表 呃 代表他们的人生啊 身不由己的状况 好 来 萱 萱你画什么 西袍 西袍就是可能我身份的代 象征 你是大姐头 还是你是大哥身边的女人 我是大哥身边的女人 我是大哥身边的女人 然后经营一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的大姐头 OK 了解了 好 那么在后面 你可以把这三个表情 用你的脸做一遍吗 一杯 哈哈哈 为什么 没有 今天这个我们整个系的 就是整个系的 起伏啦 好 接下来 彼岸支架 我们看一下 影帝 你画的骷髅头 骷髅头 被射中心 然后两个人结婚 结婚之后 前飞了 我刚刚也说是前飞了 我刚刚也说是前飞了 不要看一下 问号飞了 是一个问号 哦 不知道去哪里 这样 嗯 靳雯你会期待这部戏吗 你看他的图 我比较期待他画画 哈哈哈 就你们都有爱 然后你看到彼岸支架 那个 Rudi也是 你的爱好多 嗯 都是爱 从这开始 嗯 我是讲自己的这个角色 嗯 他小时候有一个 小很小的一颗心 嗯 但是他戴了一个墨镜 嗯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心里面 要的是什么 哈哈 所以事实上 这三部戏呢 整个这个拍摄制作的认真 水准之上啊 这绝对是 我觉得像看电影一样 很不一样 那剧组来 我们先从吉兆千金来告诉大家 你最想告诉大家什么 我觉得看点来就是 大家可能会觉得 一个黑道跟一个巨星 他们究竟要怎么样的 谈恋爱 或是怎么样的交往 我觉得这背景非常的冲突 所以是这部戏 非常有趣的地方 太好 这个请大家拭目以待 彼岸支架呢 新奇有趣又好玩 嗯哼 谢谢 感觉很像夏天的一个乐园 奇幻 是要这样介绍是不是 那我来 奇幻绚丽无法想像 哦 哈哈 我觉得这部剧就是 就是 会给全球的人看我们 传统的传说 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 基础上面 孝琼哥 最后怎么跟大家推荐 导演用了一句 李商颖的诗 叫世界为城里 无宁爱与分 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可以代表醉梦哲 这整部戏的核心 醉梦哲是一部让你 久久无法忘怀的好戏 轩轩 必看 多看几次 不会后悔 好的 博姐 我们这部戏除了我们五位 五位演员然后还有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 优秀的演员 对所以 请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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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我个人 是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面对面 跟演员聊一聊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个Netflix 我想Netflix的出品 也是全球有目共睹的 品质保证 再次谢谢所有的演员 辛苦你们了 谢谢 敬请期待 拜拜 抱枕一打 我要六个就好 你要几个